好乖 大家辛苦了 刚刚有一个比较振奋人心的消息 是住户的家人小花 这两天进行诱补跟呼唤 终于今天把我们的小花带出来 小花也很乖 同仁用毛巾将它盖住之后就爆出来 那么我们现在通知了四组 由四组过来 我们避免让小花受到惊吓 所以我们现在是让它安静 它目前的状况我看起来还算好 但是要等四组来看 那四组是最了解小花的 那目前我们工地在大约下午五点的时候 可以全部来填平 那填平之后呢 我们就会进入到道路跟人行道的部分 我们首先要布设相关的管线 管线布设完毕之后呢 我们就会连夜把道路跟人行道来填平 那我们现在目前等待 济世公会给我们最后的评估的安全的报告 一旦我们收到这个评估安全无疑 住户可以回家的时候呢 我们会第一时间来向大家进行报告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尽早的能够让住户 能够回到自己的家 那么我们近期在适当的时间 会来到地区做说明会 当然主要会针对我们现在受损最严重的 倾斜下线的这一栋 附近的地区呢 如果居民有意愿 我们都可以一并的纳入公办都根来协助居民 我们现在已经初步来跟25户的住户来联系 看看他们的意愿 9月22号之前 我们希望能够确定 但是不论他们的意愿如何 我们中继宅的25户一定会准备好 事实上我是昨天才知道 这位王建筑师是曾经在建管处有任职过 但是那是很早之前很早期的 不管他是不是曾经在建管处任职 只要有相关的市政 我们就依法来查办 依法就办 刚才9点半 我已经A基态的洪总经理 到台北市政府就这一个所有的救灾互衍 还有往后怎么样的安置 还有对救灾互怎么样的处理 召开一个我们内部的会议 第一点 义泰洪总经理答应提拨一亿 在我们市政府这个法治级指定的 这一个互帮银行 或这一个信托 支应所有的救灾 还有户员安置 该有的这一些经费 第二个就 这一个房子已经损害的 这一个25户 不管是基态 他们自己要这个带回去还他 还是市政府的公办都跟 他都全力配合市政府来办理 第三点 如果假设安置 我们的受灾互不愿意 那原则上要到外面去租房子 他也愿意付三连的这一个资金 那下午他们也会召开记者会 对外来做说明 今天他也一直道歉 那我也谴责说实在 碰到事情一定要去面对 那不能有所谓的神隐的顾问 建管署告诉我 好像是他73年呆过建管署 那我想这个联络都不认识他 这个没有所谓的连省 如果假设待过的那种状况 就叫连省 我往后可能做连省就最多了 所以这一块我们大概就以往进办 那就这一个工程 除了这一个建设公司跟营造厂 我们把它停工以外 该有的建造的建筑师跟专业技师 我们都会移送成这样 感谢观看 我会发生了 我觉得本来是什么 都有了 我们都会带来